2015中华民国科技管理学会年会 继论文研讨会 20日于国立清华大学登场 院士论坛也于19日下午举行 身兼学会理事长的教育部长 乌思华表示 也面对所有的 不同的科技发展过程中间的 重要的议题和共同思考 我对于我们的学会 一直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情 也在历届的理事长的领导之下 让科技管理学会非常健康的方式来成长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学会每一年都举办一个盛大的年会 而这个年会是由各个不同的学校来主办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5所大学轮流办过 这科短学会的年会 总共的会员到现在为止有一千多人 每一年都有新的会员来加入 使得我们这个会员不仅有资深的教授 或者是业界的先进 同时也有年轻的学生 让这个学会一直都保有非常年轻的活力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 各行业 各领域都要发挥创业家的精神 大学也要有自我翻转能力 以教育创业家的精神整合资源 重新定位系所特色 今年正逢是学会成立25周年 同时清华大学非常荣幸 继五年前承办20周年的年会之后 再度能够办理这项政事 并且与工研院与科技部 还有国家实验研究院共同举办 我们非常感谢这些机构 这25年来科技管理学会 致力于推动科技管理知识 和实务部门的提升普及 同时结合科技管理领域人才 促进产业界 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互相交流 对于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贡献是有目共睹 清华大学在15年前 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 追随这个精神 我们首创以科技管理 作为指标重点的学院 以深厚的理工和生医的领域 作为基础 不但研究管理高科技 也以高科技运用与管理 招演于科技产业升级和国际化 与临近的工研院 园区 共同合作 培育学生成为科技和知识产业的 企业领袖和管理精英 今年科管院也得到了AACSB认证 进一步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也请各位先进继续指导支持 本届年会除了一系列论文发表及论坛 也邀请美国石丹福大学科技创业计划教授 Chuck Easley发表专题演讲 另外 中华民国科技管理学会 也于19日贾老爷饭店举行院士论坛 另外 20日的会议也颁发科技管理奖 得奖人包括杨畔池 蔡长海 林志明等 同时也颁发第16届科技管理学会院士 以及科技管理博硕士论文奖 EMBA论文奖等 秘书处采访报道 谢谢各位贵宾